那他这边呢就比较不一样 他是TU TS跟G 那termination factor呢 他也不叫termination 他叫release factor 就是释放这个TR release factor RF123 就这样 你就先了解一下说 这些因子 那就开始去看一下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 怎么initiation 那如果说你要去看这个 看这个图 其实或是我黑板上画 其实是一样的仪式 你可以看一下说 你一般initiation factor 123就会结合在上面 那结合在上面其实就是稳定 各位他不是一下子 release factor就全部上来 他是先small stop unit上来之后 mRNA结合 结了以后 TRNA先结合上去 之后release factor还盖上来 了解吗 那这边呢当然是 initiation factor呢 其实就是包括说 IF2提供这个GDP的能量 或者是说这个 IF1-2是稳定 稳定这个 release factor结构啊 或是 IF1-2跟这个 mRNA结合之类的 让他去可以把mRNA带进来之类的 好啊 大概就是就是这样子啊 好那你这样子合成以后 这个带进来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 initiation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要把第二个胺基酸带进来的时候 就需要relongation TU 所以说可以看到说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胺基酸是 AUG 所以说带进来一定是 Masaline 它如果是在 如果是在Ecoline 就是有一个Modified 就是F 的Masaline Formula就是 假 应该是假锡化 这个F 你再去查一下它详细的 那个 这个Modification 的这个Masaline 好 那接着第二个胺基酸 第二个胺基酸要进来 第二个胺基酸是UUC的时候 它进来的时候除了这个 当然配对的是 Binonarine UUC 要搬进来 其实这时候就需要 ellongation Factor Factor TU 的帮忙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有没有发现GTP 你会发现这里结合的时候有GTP 这边有GTP 表示说它一个一个胺基酸 一个胺基酸合成的都需要能量 都需要GTP 那这个也是大家会想说 它需要 它是用ATP还是GTP 各位注意哦 这里的开始的时候就是用GTP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前面 这里呢 这个 这个一用 这个一开始 activation的过程是用ATP 可是到那个 蛋白质的合成的时候呢 这边都是用GTP为主 好 那 那 再来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Ribosome 对不对 那这是MRNA 那请问一下MRNA 这个Ribosome怎么认识MRNA Ribosome怎么会认识MRNA 对不对 我们上面呢 的确是因为上面有16S的Ribosome 所以呢 也许上面的序列呢 上面的Ribosome R呢 刚好它的序列呢 跟MRNA有一些是互补 请问这些互补的序列是什么 有没有人特地把它找出来 有没有 如果没有我就不会问你了 就是因为有啊 所以这个序列叫做什么 这个序列叫做 或者说这个是谁发现的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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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你 麦克风拿去吧 OK 好 这个序列是什么 你在讲 这个序列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序列是什么 我只是要再让你们确定一下 你了解这个序列 把我问题忘记了吧 AOP18块 不是 不对 不是 不是 OK 我刚才讲了说 这边有讲到 你看这边有讲到一个序列 叫 Shintaginal Sequence 这个Sequence是干嘛的 你看这是反过来考啊 我问你 刚才我讲的功能 请问这是什么Sequence 我现在要反过来问你 这个Sequence 的作用是什么 SD Sequence 你看我已经 从头到尾已经把 提议 我答案都讲过了 结果你们又搞不清楚了 今天很沉默哦 启动转移 不对 不是启动转移的概念 来 再来 E小段跟RRNA互补的训练 OK 所以它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跟RRNA切在一起 OK 很好哦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 Ribosome 这里就有讲啊 Ribosome 每一次为什么会认识MRNA 为什么会跟MRNA结合在一起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 Ribosome上面有RRNA RRNA上面有的那个序列呢 刚好认识MRNA 所谓的认识 其实就是互补的概念 就是因为互补 所以他们 他们 可以配在一起 对不对 那配在一起的这个序列呢 就是叫做SD Sequence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MRNA上面有一段SD Sequence 那刚好呢 这一段会被16S RNA所认识 然后结合上去 所以它就认识 就可以把这个Ribosome 带上来 带上来之后 他就可以这个 第一个氨基酸就可以进来 这个这时候大的还没进来 好 那就了解了这个概念 好 那所以Initiation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东西 你就是要 要去了解一下说 这个AUG进来 然后这个怎么去辨识 Initiate Factor结合 然后接着就是Ellongation Ellongation就是 氨基酸进来A-Site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Ellongation的一个过程 包括这个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谷 这个带进来之后呢 它就要开始移动 它就要往这边 比如说MRNA就要往前移 它就要往 类似要往这边走 相对性的 那这时候呢 这个氨基酸呢 就会从这里 转移到这里 OK 转移 所以呢 转移到MRNA就接上去 好 这里 所以说这个P 这个氨基酸呢 就移到这里 移到E-Site 那这个呢 就移到P-Site 然后就会 让新的再进来 再进来 就这样子 所以做二部 那这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既然 这个地方叫P-Site 所以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Peptide 刚刚有同学讲了 Peptide 的Transfer 好 所以 为什么会有Peptide Transfer 就是因为 你这里的一个 一个氨基酸呢 要把它移到 这边去 OK 所以如果这样做做做做 做下来之后呢 最后一个氨基酸做完了 请问一下 N端在这里 还是C端 还是N端在这里 蛋白子有N端跟C端吗 我们 我们知道 MA类有五端 还有三端 请问蛋白子呢 这蛋白子 第一个氨基酸 第二个氨基酸 这是最后一个氨基酸 请问一下 N端在哪里 N端在这里 还是N端在这里 N端在Nasonic的这个区块 还是在 最后一个 这个氨基酸的区块 这个就要考你们 蛋白质的合成 或是 Peptide的合成 请问是N端到C端 还是C端到N端 你们学氨基酸的合成的时候 没有讲过这个吗 Peptide的合成 过程都没有讲过这个吗 这个其实应该是 深话而讲的 我只是跟各位讲 你看 化学的方式要合成 我们生物玄奘 就已经都在用这样的方式 来 是N端到C端 还是C端到N端 N到C 没错 就是N到C 就这样 所以 所以 我这个其实也要告诉你 我哪边是N端 这边是N端 这边就是C端 就这样 OK 好 这个是 这是我觉得是 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样 那其实 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 也有涉及到 你看这里 EF-TU TU的这个氨基酸进来 TU加GDP 你看 进来 要GDP 离开的时候 EF-G 加GDP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个空的在这里 在 在 在那个 elongation的过程中 他这里要离开 也要 也要有GDP的帮忙 所以不仅要 要有那个 elongation factor G 加上GDP的帮忙 进来要 出去也要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蛋白质的升合成是非常耗损能量 你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几个步骤 每个步骤都要能量 每个步骤都要消耗 一个ATP 或一个GDP 那这样的话 当然 你今天 如果在能量不足的时候 蛋白质的合成 通常会被shut down 就是这样 好 那这次是 题外话 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这个生理上的一个反应 那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生合成 你可以看到这里 就一个一个接 一个一个接 就 就接上去 接上去 OK 好 啊 等一下 等一下我这边有点 有点弄错 这个 应该是 跟 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 氨基酸在这里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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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enol 纳令 应该是 他 接上他 然后 移过来 所以说应该是 不是 不是他 接上他 是他 接上他 各位了解 有意思吧 就是 氨基酸第二个要接到 第一个上面去 接到第一个上面去 这个地方我刚才有点 有点讲错 就是这个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新进来的 那新进来的 你看 新进来就要变第一个 这个东西 就跳上去 有没有 他是 他是这样子 一直延伸过去 所以说第一个 氨基酸 就是在 第一条 有没有 第一条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一直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 这边也就是所谓的 N到C 一直下去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过程呢 这个过程就叫做 peptid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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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程 所以需要 这个 peptidium 的transfer 去催化 这个 peptide棒的合成 好 那 这边有 刚才有讲到 几个 Site E-Site 或是 P-Site 或是 刚才有讲 A-Site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最后 最后的部分 就是说 最后一个要结束的时候 当他遇到了 遇到了一些 stopcoding UAG UGA UAG 和这些 那他带来的 就是一个空的 空的 空的 TRNA 那 包含了 release factor 123 就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 就 就 他就 release factor 进来 没有 没有空的TRNA sorry 就是 这个 没有认识的 没有 没有这么空的嘛 他 他其实只要是 termination的 termination就是一个 release factor release factor 进来 release factor进来 就种植 就这样 OK 所以 其实最后就是说 遇到这几个 几个 几个 stopcoding 他就 进来 他就 release factor进来 然后就结束了 这样 那 再来 就是 你也是一样 眼见为平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方 可能大家 可能会 问一下说 给你看这个图 请问他这个图 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其实就是 有一个 Ribosome 有一个就是 这个叫做 Polysome 或者叫做 Polyribosome 这个概念 这个其实就是 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要告诉 各位 转入跟转意 同时发生 这个只有在圆核 才会这样 圆核才会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这个图 比较清楚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说 DNA 就是上面这一条 他转入出来的 mRNA 是这边 mRNA上面会结合 Ribosome 有没有 会结合 Ribosome 那Ribosome 然后上面又会转 溢出蛋白质 就会形成这样 所以各位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图 其实就是上面的图 画 画 画 但是这个 只有发生在圆核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发生在圆核 所以我们一直一直跟你讲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字 Couple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只有 只会发生在圆核 圆核细胞 不会发生在整核 为什么 整核 要在那个 细胞核修饰 那个 mRNA 要在细胞核修饰 才能跑出来 所以不会同时看到 这种 OK 他不一定在细胞核修饰 他也许是在细胞质修饰 也就是说实际上 他有细胞核 跟细胞质 没错 他转 转入出来的mRNA 是premRNA 他是经过 经过修饰之后 才能再转移 所以他是分成两阶段的 那这个就没错 就是 他不能够同时进行 那这个是 要大家要去了解 好 那如果可以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 一个3D的结构 包括卡通图 他也是有这个EPA Sight 然后或者是说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的那个 那个 这个结构图 所以其实像一下很厉害 其实 各位 Ribosome其实是非常难做结构的 Ribosome 这个做这个结构 也有诺贝尔奖 不要以为做这个结构 就好像很简单 这是非常难做 你看分子这么巨大 然后还能够解出 这样的结构 所以非常不容易 解出这个结构 是有拿诺贝尔奖 是以色列人 好 之前有来我们中山演讲过 那是四五年前 五年前的事情 好 那就跟大家讲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说 在增核 然后的话 他就是 可以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转 转路 这些component 有没有画在这里 所以说其实这个图 这个画得还不错 我觉得画得还蛮不错 然后呢 可以看到说 修饰CAP 或是 或是像PolyA 然后再 送出细胞 细胞核 送的到细胞质上 然后再经过转移 转移这样子 那 转移之后呢 然后 然后这边呢 也有发现说 其实转移之后的 MRNA MRNA 可能就不需要 就把它 dequidation 因为 我们这个 MRNA 不是一直存在这个 这个细胞里 它就去做dequidation 这protein 就是我们 会去做一些folding 或是一些修饰 形成我们所需要的 Phenotype OK 好 那 在增核里面 我们刚才讲 有一个SD sequence 在这里也有出现一个 叫Cozac Cozac Sequence 那Cozac Sequence 比较没有名 它其实它也是说 有一个 有一个位置呢 是可以让 那个 这个 这个 Bramson 认识 是不是这样 那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差不多 跟SD sequence 差不多了 好 我们这第一个部分 蛋白质呢 圣核层大概就是讲到这个 细部的这个 这个画 你们一定要自己先去画过 会比较有 有 有概念 那我们接着就好像跟各位讲说 因为呢 产生了蛋白质之后呢 所以我们一直 遗传学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会造成遗传性疾病啊 为什么会造成遗传性疾病 为什么会造成疾病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认为说是基因出现问题 基因出现问题 如果你基因坏掉 你产生的protein 也就坏掉 那坏掉以后当然就会 这个观念之后 我们他们很多呢 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出生的时候 有个基因 就坏掉了 这个叫做 in bone error 我们看到这个 in bone error in bone就是出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那就会产生这个disease 然后呢 我们又把 比较focus在代谢相关 各位如果这个是属于代谢相关的技术 Metabolism Metabolism 就是有关于跟代谢相关的 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样式 就是说 各位这个叫做黑尿症 Acatoluria 或是Phenolketoluria 这叫本品同尿症 你们这生化有学过 生化有学过的举手 我知道有 怎么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没有 生化有学过 有有知道这个举手 这个啦 主要是 Ketone 这个Ketone Phenolketoluria 对不对 有听过 好 这叫PKU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说 其实 这个就是黑尿症的一些品同 它有方法说 它会全称会 指甲会发黑 那最主要是尿液会发黑 所以说最先检查就是尿液发黑 可是问题是 它是什么样的disease 后来知道说 原来是代谢相关出现问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原来 它是因为缺少了一个酵素 让它 那个代谢的过程中 没办法 就是这个是它的代谢酵素 如果说这个代谢这个酵素坏掉了 它的 它的那个 生理的代谢就会停滞在这里 那停滞在这里 当然就会排放到尿液 或是排放 堆积在 堆积在身体 那这个很容易氧化 氧化就变黑了 所以说氧化 就会沉积在皮肤上 尿液氧化就会变黑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说 遗传性的疾病 或是说代谢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怎么去跟你的疾病 联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再讲一个 本秉同尿症 本秉同尿症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样的代谢疾病 本秉同尿症你们 是什么样的疾病 有印象吗 本秉同尿症是什么样的 这个一个症状 好 讲大一些 你快讲对了 无法什么 无法代谢本秉同 不对 不是本秉同 无法代谢 Phenionin Phenionin是什么 什么氨基酸啊 你说 是本秉胺酸 OK好 是本秉胺酸 好啊 那因为中文我不太清楚 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它不能 不能代谢 所以它就不能往这边条路走 正常的代谢是整条路走 所以它不能走 它就只好走到这边去 那这边呢 会形成本秉胺酸 跟其他一些衍生物 那这个堆积在体内 堆积在脑子就会有问题 就会产生错乱 或是什么有的没有 所以 如果说有本秉胺酸的人 就要限制饮食 就不能吃很多本秉胺 你只能吃一点点 或是吃一些 已经是这个比较 这个这个 这个代谢过了 这泰洛性这些东西进来 了解吗 所以各位 为什么本秉胺酸 患者不能吃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代糖 这是可口可烂 你们知道食物中有很多代糖 那代糖呢 为什么本秉胺酸不能吃 就你们认为 为什么代糖 代糖不是糖 代糖是什么 代糖不是糖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代糖不是糖 它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蛋白质的 它是天门冬酸跟氨酸就是结合成的 好 它其实是一个一些短电的peptide 还没有到可以大到蛋白质 但是它其实就是氨基酸是 构成的这个peptide 所以呢 你当你在 但是它有甜味 各位你不要觉得说氨基酸 的几个peptide是没有味道 它就刚好是有甜味的 所以它可以取代 可是 氨基酸是没有 没有这个 它不会产生太大的热量 所以说它就可以代糖 这个概念就出现了 好 那但是呢 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要是有本饼尿 这个患者的话 你吃到这个代糖你就产 因为你本身不能代谢氨基酸的 结果你吃到这个你就会产生 就会产生这个毒物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只要是用代糖 有一些代糖 现在代糖有很多种类 其中如果说是属于那种氨基酸式的 就是peptide式的 那本饼尿 那个尿症患者就不能使用 就是要特别的去标示 这个是 这个人家 这个是食品的规范 好 了解了 了解以后就 大概就 就是这样 那 那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呢 其实是 其实是蛮 蛮厉害的一件事 这个为什么会有黑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Binian 或是抬洛性这个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黑色素生成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这个 MENONIN 是黑色素生成 所以说你看 抬洛性会代谢成这个Dopa 然后形成这个 MENONIN 黑色素生成 所以各位 如果说我们能够去阻碍这个黑色素生成 各位你觉得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有什么生计发展 可以有什么生计发展 好 给你 都没有讲过话 来 美白 美白很好 没错 很多美白就是强调 我可以抑制 MENONIN的PIGMENT的生成 所以我就用一些酵素 去把这边去BLACK住 各位你要想清楚 白质也是因为缺少这个酵素 所以它不能生成黑色素成变 所以它就 它就 它就变白质了 那当然啦 你吃一些抑制剂 它不会让你的 让你那个 这个这个 色素完全的失去 酵素完全的失去 它可能部分失去 那你相对的黑色素可以减少一点 没错 这是合理的 不过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过程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是抑制这个 抬洛性雷值 抑制它 我可以产生美白 但是请注意一下 这个抬洛性同时也是 Dopa Dopa 跟Dopa 命的前驱因子 那 你抑制的抬洛性因子 你会有什么样的困扰啊 Dopa 跟Dopa 命用来干嘛的 神经传导因子 所以神经传导因子是干嘛 就是神经传导因子 就是让你这个思考啊 或是什么反应啊等等的 所以今天 美白的过程的附中 有可能是变成呆滞啊 或是反应迟钝啊 各位了解吗 所以那个爱用美白的 你要考虑到 如果说他用了 他只会是 抑制Tiocinus的时候 要小心啊 不要不要那个美的白 但是也白了脑 白了你的头脑 之类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当然这个其实 有些会说 这个不是完全的抑制 它有绝大抑制能力 或是这个向来比较 它还是有一些这个东西 它不会对脑神经有伤害之类的等等 OK 那你就自己去看看它的一个 detail 这样子 好不好 这是题外话跟大家讲一下 说有时候你在做生计产品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这些 这些 Pathway 最后这边就提到了 既然我们知道说有一个酵素代谢出现问题 就会产生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出现问题了 然后它就不能产生这个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所以就有人在想说 那早期来讲 如果是一个基因出现问题 可能会产生一个蛋白质出现问题 或是说产生了这个Desease 那所以呢 之前就有提出这个hypathy 1G1 Enzyme Hypathy 得到诺贝尔奖 得到诺贝尔奖 实在是 Bito 跟Tartun 他们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奖 他们是用这个桌头 好 那各位你觉得1G1 Enzyme 这个 我为什么这边特别写hypathy 诶 这个是拿诺贝尔奖 他们 你看 他们得到了 Share Nobel Prize for 1G1 Enzyme Hypathy OK 得到诺贝尔奖 可是1G1 到底到现在来什么 对不对 就现在的观点来讲 对不对 1基因是不是等于1Enzyme 不是嘛 那 所以你要怎么去修正 要怎么去修正 1基因应该什么 跟什么 电脑基因可能会影响 就是会影响或是一种 恩 这样的一些 呃 不能不能这样讲 我意思就是说 他们之前认为说 如果按照这样子看 几乎所有的1基因就是 就是产生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就叫做Enzyme 如果按照这样 如果叫1基因1Enzyme 你觉得这样子呢 讲法对吗 当然不对 那你觉得你应该这样 像现在你如果要讲1基因 你应该怎么讲 1基因1protein 1基因1protein 还不错 但是呢 随着时代的建筑呢 我已经不叫做1基因1protein了 现在有更进一步的讲法 1基因1protein ok 就是在这个来讲 为什么 为什么1基因1protein 是比1基因1enzyme好 是比1基因1enzyme好 为什么比1基因1enzyme好 1基因1enzyme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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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啦 我要跟你跟你讲 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1基因1protein 会比1基因1enzyme的这个 这个讲法好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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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in不一定是enzyme 谁大谁小 谁大谁小 如果这整个是protein 请问enzyme在哪里 请问enzyme是这样子 还是enzyme是这样子 还是enzyme是这样子 1 2 3 enzyme是哪一个 enzyme是哪一个领域 1 2 3 1被在protein发挥一下 2有一部分是protein 有一部分不是 3完全都不是protein 你刚才不是讲 你不是讲说 那个enzyme不是蛋白 不一定是蛋白 你刚才讲什么 protein不一定是enzyme 那 protein不一定是enzyme 那谁大谁小 那谁大谁小 所以我问你谁大谁小 谁的范围大 protein的范围大 OK 好 这个范围大 最小 那 再来就是 请问它是属于1 还是属于2 还是属于3 enzyme是属于1 还是2 还是3 有谁没有答过 好那边没有答过 那边 举牌的 2 2 为什么是2 为什么2 OK 好吧 其实照理说应该大部分是1 也有少部分 RNA是属于2 所以说这样 可是如果说你只要回答说 因为enzyme是属于蛋白质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蛋白质 好啦那我现在了解吗 虽然你的答案OK啦 你的答案我是说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enzyme 我刚才讲 RNA也有可能是enzyme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其实如果说按照就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enzyme是属于蛋白质的一部分 好啦 如果是enzyme是在这里 那其他的部分是什么 protein还有哪些部分 protein除了蛋白质之外还有什么 来你说 对 cologin cologin是属于属于什么样什么什么种的蛋白 它是属于哪一种哪一哪一类型的蛋白 蛤 蛤 组织蛋白或是结构蛋白 我们讲说结构 结构性的像肌肉蛋白这些肌纤维这些都是 肌肉蛋白这些都属于结构性蛋白 好不好 好 还有没有哪些 你们可以想要哪些蛋白质是 哪些蛋白质是 不是enzyme 也不是结构蛋白之类的 或者说它有哪些方形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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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素 什么叫做固醇类的蛋白 什么叫做固醇 你们最常听到的固醇是什么 前面有个字 它的base就是 base就是挡固醇 好 所以说各位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我以就 steroid的荷尔蒙 跟peptide的荷尔蒙 谁可以进出细胞自由进出 谁可以自由进出 谁可以自由进出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刚才讲的啦 steroid可以自由进出 这个不行的 这个不能自由进出的 所以steroid是可以进出 去影响基因的 影响基因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peptide的怎么去影响基因 peptide怎么去影响基因 peptide的荷蒙怎么去影响基因 它怎么去影响基因 receptor receptor 很好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它会透过表面的受体 receptor 然后再进由什么 藉由什么 去传达到基因上面去 这个过程叫做什么 藉由其他蛋白质 所以说这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这个过程叫什么 一个过程一个一个这样传一个一个传递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来后面 蛤 不对 不是传递链 电子传递链不是 来 讯息传导路径 讯息传导路径 signal transduction 讯息传递 signal 很好 其实我这个后面都会讲 后面都会讲 我就是讲说既然大家已经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讲 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 要跟大家理清楚 概念就是这样 不是说我们到了哪里 到时候才讲 大家已经都忘了忘了 所以说现在就马上讲 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些 比较好的这个连接 ok 好 所以说刚才讲到说这个 荷蒙的peptide ok 那其实这里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跟信receptor hentai 或是resenter resenter 这是所谓的表面蛋白 接受器等等 去做 去做那个 这个接受讯息 或是讯息传递 signal之类的 这个也是属于一大一大类 好 全部都包在蛋白质里面 好 那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些蛋白功能 我们刚才前面才讲 转目转移才讲 什么 那些东西 来 你说 通道蛋白 好 ok 通道蛋白也是属于 膜蛋白的一种 channel之类的 它也是一些蛋白在这里 ok 好 膜蛋白 好 再来 好 你后面 后面先 抗体 抗体 ok 很好 抗体也是免疫求蛋白 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这个蛋白里面 蛋白里面很重要 免疫蛋白 不管是求蛋白 或是免疫的一些 相关的component之类的 好不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讲 我们先大家让一家知道说 其实蛋白是有很多 所以 1G 1 enzyme 是不对的 那1基因 1 protein 是比较好的 或是1 polypeptide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好 可是呢 现在呢 其实对这件事 还要稍微修正一下 应该叫什么 会比较好 因为 有些基因 它所产生的 是 Ribosome RNA 或是产生的是 TRNA 请问它是 polypeptide吗 那怎么讲 1基因 one什么 one family 不是啦 ok 1基因 1 function 有一点对 但是还不对 不是那么精准 以function的概念去讲 以function的概念去讲 所以 有什么东西 可以包含 这个 或是包含 包含protein 又包含这个 RNA的 one基因 one one什么 one 最后机会了 来 你后面 后面啊 one product one product 不对 one基因 expression 不对 不对 我想这个东西 可能比较有点难 one基因 one transcribe 就是一个转入 转入的 就是这样 一个转入 就是一个转入 他们现在后来 变成是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法 不过 你们刚才讲的 这些function啊 基因 expression 这些 prata 这都 有点接近 ok 好 那他们怎么去 证实这个 这个研究呢 其实当然就是要 要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有一些otrophy啊 这个protrophy跟oxtrophy 这几个字 就是所谓的营养缺陷 它们首先要先做出很多营养缺陷 所以各位这边就是一个图 就是说 我想要知道说 经过了放射性之后 这些痘痘 就是这些痘痘 到底它会需要什么养分 结果它就把它养在那个 完全都有富含的median 然后它就可以存活 可是如果只有很极少的median 的话它就只能 它就不能够存活了 好 那 那我就想说 到底是欠缺维他命 还是欠缺核酸 还是欠缺氨基酸的 他就把它加回去嘛 加氨基酸 综合氨基酸 综合维他命或综合pury 就发现谁活了 它可以活在哪里 活在氨基酸 这表示什么意思 各位它本来都不能长 可是我加了氨基酸 它就可以活 我加了维他命以后 它还是不能活 那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它经过放射性之后 它为什么不能够活在一般的 那是加了氨基酸之后 它就不能活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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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株 需要什么的帮助 它才能够存活 需要氨基酸的帮助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些 需要氨基酸的帮助 是因为它本 它本身能力是 本身 本身原本是可以长的 可是为什么 它经过放射性之后 它就不能够 它就需要氨基酸的帮助 后面 没办法自己伸展 没办法自己伸展 很好 表示它自己本身已经确切这个能力了 如果说你给它这个氨基酸 它就可以活起来 那至于说是哪一种氨基酸呢 我就这样加加加加加加 加了Lucine 加了Anonin 加了Tyrusine 加了Philin Anonin 结果后来是发现只有Tyrusine 它才能够存活 所以它是失去了什么样的能力啊 失去核成什么样的能力 请问这个氨基酸是失去了核成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它 它 你啊 失去了核成Tyrusine的能力 没错 你要补给它什么 表示它失去了这个能力嘛 所以你就补给它Tyrusine 它就可能会长出来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这种 这种Mutation 然后我们要 这个叫互补的实验 你今天你给它什么东西 它才会长就得到它失去这个能力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那这边呢 就有一个一个题目 就是说你可以看它说 有一个precursor 经过了有三个三个菌 A B C 三个 可是有这个菌 Arginin 4-7 2-3 有三个这三个菌 他们呢 这个是主要是 是什么样的酵素呢 就是说 它这个precursor呢 会代谢成这个酵素呢 这个氨基酸 一种氨基酸代谢产物 第二种代谢产物 C-Trin 大致Arginin 它是这样子代谢 可是呢 这个菌呢 它失去了这个酵素 这个菌呢 失去了这个酵素 这个菌呢 失去了酵素 所以现在 我们就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在这个V点里面 A我必须要加入什么 它才能够生长 请问我在V点里面 A必须要加入什么 它才能够生长 加入precursor呢 还是加入O 还是加入C 还是加入A 它才能够生长 这应该不会太难了 要加入O 没错 要加入它的这个东西 它才能够生长 那同一可证 要加入C B才能够生长 这个菌才能生长 加入这个Arginin 这个C才能够生长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这个hypothis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现在已经校正了 1基因1polypermine 甚至是1基因1transcribe 那刚才也有讲说 蛋白质有那么多种类 其中像包括结构性蛋白 像大家也并没有特别讲到 像Hemoglobin 这个C 学历的C带的Hemoglobin 好 那 我这边要介绍 一个 一个term 叫做Colinearity 你可以把它想到这个Linearity 其实就是线性的概念 Colinearity 其实就是共线 共同在 共同的一个线上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你要先把这个时光 回到1940年代 这个很简单 其实就是讲说 DNA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它的序列呢 它知道 我们知道DNA 有ATGC 有这个距离 可以有看一下这个距离 我们看到446487 或是223 这个有距离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距离是这样子 他们发现呢 这个距离的位置呢 跟这个胺基酸的距离的位置呢很接近 就是说是线性化的 也就是同等距离的 各位了解的意思吗 DNA的这个距离呢 跟这个胺基酸所产生的距离呢 是非常接近的 那各位你们想说 不就是转入转移这样子啊 所以我要先跟各位讲 你要先回到40年代 那时候还不晓得DNA是什么 还不晓得这个定序是什么 那他们怎么会知道 他们就就就就就去猜想说 请问一下DNA DNA跟Protein之间的 的关系是什么 了解吗 所以说他们就发现说 原来他们有共线性 有共同的线性 也就是说 你当你的DNA序列的 的那个的位置呢 在南 他如果说DNA序列在这里面黑屑 你会发现说 他的蛋白质呢 就只能做到这里 那Mutation就在这里 如果说 他的Mutation在这里 氨基酸Mutation 也在这个序列 DNA序列Mutation 在这里 他的氨基酸Mutation 也在这里 所以呢 他都有一个一次性的 这个这个线性观念 这个叫做 Co-Linearity 就这样 那这个东西 其实就我们现在来讲 其实他只是辅佐 我们现在原来说 哇 转入转移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 就是有顺序性的 就这样 了解吗 你会觉得说 这不是 已知吗 对啊 这就是已知 可是40年代谁知道啊 谁知道DNA跟RNA 跟蛋白质序列 是已知的啊 了解吗 好 那了解了 这个就 这个就不会太难 会不会考这个题目 我想大概不会 只是说 你有时候 你把你已知的东西 套用在 套用在 古代的时代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已知吗 可是那个时代 是不是已知啊 了解吗 好 那我想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了 最后这边的胺基酸 你们就自己看一下 胺基酸 20个胺基酸的 大概是这样 然后 一级结构 二级结构 这个都应该就是 深话在讲吧 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结构 了解好 好 那我们先上到这边